近日,韩国拼谈名秀金泽珠晒出与刘国梁合影,平时淡定洒脱的刘国梁竟然已经累到满头白发,要知道,1976年生人的他今年才45岁,正是一个男人年富力强,意气风发的时候,但老刘身居高位单金节律,也无法避免衰老。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,则是曾与刘国梁号称国拼双子星的孔令辉,这位昔日的乒乓王子比刘国梁还要大一岁,但是自从他离开国拼后,虽然不经常露面儿,但是却比现任拼写掌门刘国梁潇洒得多。 近日,国内谋体育品牌巨头迎来了30周年纪念日,孔令辉身为他家的首席代言人,曾给该集团以及众多国人带来过深刻的影响, 只此特殊纪念日,孔令辉也受邀参与了纪念活动,而且与嘉宾们豪爽干杯,笑得十分开心。 孔令辉西装革履意气风发,很显然还是现在的日子更自由更潇洒。 不过,根据网友晒出的酒宴照片,孔令辉却逗乐了大家。 原来,孔令辉被两个嘉宾围着合影,小辉感到有些拘谨,表情和身体都十分僵硬,网友们调侃道,如果被绑架了,你就眨眨眼。 看来,运动员和教练出身的孔令辉本质里还是与商业环境有些陌生,很多球迷还是希望他能够回归国拼。 实际上,刘国良在执掌国内拼谈大拳后,曾派恩师尹萧去邀请孔令辉出山,却被孔令辉婉拒,昔日的拼谈王子已离开太久不熟悉国拼为由推脱了, 这一别又是四年时间,看样子,孔令辉也很难再回归了。 毕竟孔令辉离任时就是女拼掌门,而且现在国拼没有了总教练一职, 李笋接了孔令辉的班,国拼已经没有合适的位置给孔令辉去施展报复了。 另外,孔令辉能够在不回归国拼的情况下意识无忧,可见他还有其他经济收入,习惯了咸云野鹤的日子了,谁还愿意再去过苦日子呢?